大家好 欢迎来到BVD解说三国杀 我昨天玩了一盘录像 逗死我了 太搞笑了 我强烈有欲望 必须得录出视频 让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看录像 特别搞笑 主人公还是常喜闻乐见的陆讯陆神将 这个也真不是我黑陆讯 你说陆讯经常有惊人的表现 我怎么这么卡 大家先看这些选将 张瑶主公 我这些选将离婚禅也可以 徐黄肯定不行 徐黄你在张瑶局就是名忠 寻乐神将当然也可以 话托我是不爱选 磨磨叽叽的 果断选董太师 果断选董太师 董太师 看董太师多好 美人在怀 然后还能喝喝酒 喝喝小酒什么的 明显比张教主要想过得多 果断董太师高起 哎呀 这排我得好好说说 大家看看这些选将 放眼一看 这个国家郭自宝 这个国家这排倒没自保 这个曹丕啊 小白脸 陆讯 陆神将 他太太虎了 这是神将不解释 这个祝容妹妹啊 这个扑黑男 贾许 吴炎哥 这个张角他还重铸铁索 也没去连谁啊 不知道是找闪还是干什么 然后顺了一下国家 他杀谁啊 这个咱们其实就不用解释 这个就是应该盲居陆逊的 这个有陆逊在还用解释吗 盲居陆逊不解释 哎 算了 你既然想杀下国家 找找牌也可以啊 这个国家还真是个忠臣 然后给了张角两张牌 让他果断换上黑色装备 你看这个陆讯上来就开始说话了 什么老规矩 盲居还是黑房 这个陆讯的ID叫寒冰冷月 这个ID听起来就像一个比较冷酷的人 什么老规矩 盲居还是黑房 张角主公对陆讯还是比较仁慈的 没有去盲居陆神将 郭佳 挂机武器 要搞谁 你是要对谁下手 果然还是女性玩家受到郭佳同学的青睐 果断把手伸向了祝容 这个奇葩过了 你看看曹丕 曹丕的张角军应该是个名忠啊 因为张角是不怕翻的 会和外武将 果然开始诸禄 杀了一下陆讯 咱们小岳同学说 怕了吗 陆讯 你怕了吗 难道我们都要激活你吗 陆讯 你莫不是怕了吗 看看陆讯 陆讯出牌是非常非常苦的 这个鱼鱼果断说 请文明发言 哎呀 陆神将竟然是忠诚 挂这个闪电 哎呀 我心中一阵势然啊 我觉得陆讯不跟我一会儿 我这盘基本是灵定了 嗯 陆神将怎么去乐主公 这什么套路 这个果断各种土星星开始了 这什么套路 你去乐主公 你还挂审电 我就不明白了 你想杀谁 你想杀谁 还喝了一口酒 这是要杀祝容吗 那肯定是要杀祝容了呗 这挂了一个狮子 也没有什么杀的必要 我去 你竟然去杀一个挂白银狮子的曹丕 还是酒杀 陆讯同学 你为了连营 难道真的是不择手段了吗 难道你为了连营可以抛弃一切吗 上天会不会谴责你啊 哎 祝容也没有去杀谁 祝容应该也是个反责啊 加许被翻面了 嗯 这个武器看着比较爱一点 给他搞过来了 让他杀杀逃屁 要翻就翻陆讯呗 武器搞过来 他肯定是有闪的 起手那么多手牌 郭家给他手牌 我就这两个人 我也不知道谁是忠诚 我也没杀啊 这个无言格也是非常搞笑啊 这个给陆讯同学注入性啊 应该顺手牵羊 想去顺主攻 这个也不知道是想顺乐 还是想顺什么东西 呃 无言格的ID 佐罗008 你说你叫个008 你叫个007多好 你又是佐罗 又是007的 这多威武 非叫个008 想不明白了 开个无中生有 看看 看好这样 我去 你看好主攻啊 你是个忠臣 你竟然去顺主攻的乐 难道你还想去顺陆讯的乐吗 你果断批向陆讯不解释 我现在就是祈求陆讯赶紧死啊 你这个闪电要不然就是坑害队友啊 哎呀 他杀不到别人能杀我一刀 我就闪呗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这个国家还是向内一点 竟然还是红色闪电 太牛逼了 敢不敢杀陆讯 敢不敢 那孟四是没有杀 有杀也不能杀陆讯啊 有杀杀陆讯的这个闪电该怎么办 那闪电怎么能让他没了呀 果断是不批陆讯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对面的陆讯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一定要把对手的陆讯当做朋友来看待 那祝融也是没有什么好批的 这个果断是要批加许的 开个五五这个位置还很不错啊 坑一坑五两个 我们三个人还能拿一拿牌 果断桃子hold入 张鸟张鸟拿什么 张鸟拿了一张闪 陆讯陆讯你拿什么 你拿一张加一码 好吧 继续酱油 来吧 陆讯 你的闪电看看是如何坑掉队友的 这个五五要是不开 这个队友果断就唏嘘了 好的好的好手段 好手段 赶紧把陆讯带走 这个绝对不能让陆讯再活着了 你费主公易血还不如把陆神将带 带他飞呢 陆讯又是喜闻乐见的怒送易血了 果断离开 离开 不堪重负了 哎呀 这个陆讯同学的精彩表演就结束了 当然 如果只是陆讯同学的表演 就是这个只是一部分了 这个后面还是后面也还是比较精彩的 反正后面咱们可以步入质量局了 因为陆讯同学已经出局了 这个保护一下祝容吧 还是很好的 这个连的 这时候贾许基本就活不过去了 果断收了他 那小内 可以跳了 刚才小内应该是跳了 刚才谁放了一张 这个 小内貌似是国家 然后乐如主公 挂上武器 挂上这个武器 这个黑桃牌是要留着的 这个吴炎哥 不知道怎么犹豫了 也没看好谁 难道他是没有看出谁是内奸了吗 主公种乐了 还是比较好 主公把桃子都弃了 肯定是有闪有黑桃啊 小内开始跳了 小内之前应该是跳了 之前就应该跳 之前陆神将挂个闪电 然后脚内扛不下去了 给祝容打了个无懈可击 刚才 刚才我没有说到 连总哥 连总哥没有杀了 好的 哎呀 这个连总哥 这个太犀利了 这张火杀 他也不敢杀 果断是连着的 哎 其实 其实吧 我现在想想 他这张火杀 要是这么处理 会比较好 他杀张角 哎 不行 不行 那样不行 那样就解了 反正解了 贴索也是可以啊 这个看你怎么看 这个 这个国家同学还是很不错的 懂得控场 果然 骚一骚主公 因为看到主公刚才气了两个桃子 我在想主公手里是不是 应该还有桃子 因为我想带徐树飞 啊 徐树 徐树 徐树果然还有桃子 主公没有桃子 带徐胜飞了 这个徐树一直让曹丕杀主公去批人 你说批谁呢 批我 我这批桃肉厚的 也批不动啊 批朱龙 这还连着呢 我看看国家什么节奏 国家杀忠臣 杀忠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啊 草皮 草皮继续杀主荣 我去这什么节奏 这卡了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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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这不是 这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卡了 现在就是我们三个人 集合曹丕的节奏啊 这个猎刃打猎刃打 看看他有什么牌 曹丕果然是个收拾的 全是武器 这个怂了怂了怂了 怕我久杀了 果断给我翻面 翻面也好啊 省得我掉血 哎呀 国家就是摸张杀是非常困难的 这真是个武器库 这个所有武器都到他这了 换来换去的 手里也全有武器 乐乐 这时候大家想想 是杀曹丕呢 还是怎么着 其实杀曹丕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就是要瞄主啊 杀曹丕有国家的 搞乱还是很纠结 果断 这个贴索 九杀 就是要压张晓雪剑 必须这么搞 我这个手盖还很充裕的 各种 各种杀都有啊 把勒布斯手拆了 郭子宝吃了一头 他开五五 他现在是想劈死祝荣 他因为肯定是手里没杀 开个五五拿一张杀 如果他有杀的话 他肯定拿九了 打出无限可及 拿一张顺手牵羊 黑套四顺手牵羊 来记住牌啊 然后他这张过拆 肯定是想拆他九 如果拆了他的九 就能把他带走了 但是没有拆掉九 很遗憾啊 这个我这个有一张五五 我拿了名桃 而没有收掉 看看祝荣 祝荣这个时候 不能去杀曹丕了 杀曹丕这个翻面 我就动不了了 好的好的 我这张锅拆掉 继续拆掉他的闪 拆掉 我这手也够骚的 直接拆到闪 他手里应该就像一张 黑套四顺手牵羊了 就是很遗憾 已经没有九了 就是只能普杀了 然后就这么逆袭了 在陆神将的帮助下 董太师完成了逆袭 哎呀 这玩意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反正我是看这盘一直在笑 这个 好了好了 今天 我这家里已经有个人 我们就在那里 这些东西 是我们这种东西 是我们有一个人 这期间就有一个人 是我们有个人